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诸位同学 大家好 请看感应片 第五十三节 这一节也只有一句 弃法受落 诸节里面跟我们讲 他说从这一句开始 到见煞加怒 都是刑事上讲的 这个法官判案 从刑法上说 可是不受法 接受贿赂 现在已经不执失这些办案的法官 他也说得很好 凡是 雅易疏利 也在其中 而不是专职行官 现在 现在 在社会上 可以说是 许许多多国家地区 所以 无比 贿赂的事情 已经是 很平常 甚至于 社会大众 也以为这是 正常的 不足以为其 不足以为其 所谓是 有群有势 有勤 您 什么事情 都好办 事 虽然 如此 所谓 所谓 聪明人 绘专法律的漏洞 所以我们也曾经听到人说 法律 是为什么人治的 为好人受罚的人治的 甚至于是为这个愚人笨人治的 甚至于是为这个愚人笨人治的 凡是 故意犯法的人 民之故犯的 扰乱社会 使人民 无所依归 遇到事情 不知道怎么办好 在英国里面说 这种心态 这种心态 行为 天无人愿 眼前虽然得一点小力 后来的果报 不堪 不堪设想 可是今天 有几个人相信英国报应 有几个人相信 有来世 虽然 这些事情 在科学里面 在科学里面 也有许许多多的证明 连西方外国人 都用先进的科技 来探测 所谓临界的状况 最近 这半个世纪来 成果也相当卓卓 多少人看了这些死是真相 不能不信 虽然如是啊 一些做尖犯科之徒 还是不知道醒悟 不知道回头 依旧是把眼前的利益看中了 没有想到啊 来日的果报啊 这是一个 所谓麻木的人 我们要求 我们要明了 是真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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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三专法能 也就是说 用三种不同方式 来教诫众生 第一个是真相对的 是真相对的 提示你 上根立志之人 佛一提示 他就明白 就通达了 就觉悟了 更新遂等的人 还不能就 是真相对的 佛用明显劝导的方法 像我们在经上 常常看到 世尊教者 当机这些名字 教者名字跟你讲 这是劝转了 聪明人不必啊 不必叫名字 佛说话 或者是有一个动作 一个举止 他就明白了 这一次我们在 吉隆坡做了年长奖金 头一天我去看现场 我在那个台上一坐 灯光照射的 那个灯太热了 年小时照下来 非常辛苦啊 你一上台在那里坐下 你就晓得 你就感受啊 太热了 那 那么这个是 一提示 立刻就要知道 就要晓得 人家好不容易 那么高的地方 装这个灯 很辛苦啊 所以因暗示 就应该懂得 第三种教学方法呢 就是做证 怎么做证呢 那像那个光纤 我在家两个小时 人昏倒下去了 哦 大家在晓得 这个灯太热了 第二天就不能讲了 这做证呢 给你做证明啊 现在这个世界呢 我们看到许许多多 做正转的四季 我们看到种种感应 那是做正转的 这一次 红发时间虽然短 只有两天 也有许许多多的瑞相 很多人看见 跟他告诉我 说放声 看到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清乏 见到佛光 许许多多 瑞相啊 这都是给我们做证明的 尤其 最殊胜的 我们看到 许许多多 念佛同修 往生的微笑 如果大家在 能静静仔细观察 善因善苦 握音 握包 现在报的很快啊 这都是给我们做证明 我们听到了 见到 见到了 要回头啊 回头是岸 人生很短 昨天 南京那边 给我打个电话 南京夜中有两位校长 要到我们这里访问 星期六到达 其中有一位 有一位官校长 跟我同班同学 我们在学校里 不但同班 我们两个人同坐一个桌子 那一张桌子 两个学生坐嘛 那时候十几岁 现在都七十多岁 想到当年 就像在昨天一样 因为人生有什么意思 人生苦短啊 所以他来正好 三十一号晚上到 恐怕他也不能听我讲经 第二天星期天 我招待他一天 星期一 我就要到香港去了 很好 叫他到念佛堂去念佛 他哪有这种机会啊 啊 到我们这个念佛堂 二十四小时不中断 到那去念佛去 终于得善根 那这个新加坡 这个新加坡没有白来 我们的同学 做好事也要守法 不能说做好事 我就可以 违法了 违法是一种非常不对 而且那是高度智慧 啊 我们要没有智慧 也学菩萨全瞧方便 往往后面惹了大祸 所以欲俗则不达了 真正有高度智慧 通圈大便 他知道会遇到什么 呃 问题 问题如何能够化解 他都很清楚很明白 你问题来了之后 手忙着了 没有能力化解 这是决定错 一般同学们 听说这个事情功德大了 赶快去做吧 几功好力 心不清静啊 这种好思 说老实话 不如无思 为什么呢 这种好思 这种好思 修福 国报是 人天 游露佛报 你一定会得 会得这个佛报的 得佛报之后 你想一想看 你能不造业吗 我们看眼前这个社会 做大事 做大官的 做大官的 发大财的 都是前生在佛门修佛啊 今生他们有地位 有权势 有财富 他造的是什么 西特勒前生大善啊 所以才能做过王啊 才能杀几千万人呢 不要偿命啊 凡夫杀一个人就要偿命 他杀几千万人 不要偿命 你说多大的佛报 富贵人家 今天吃众生肉 吃了将来要还债点啊 佛经常讲得很清楚啊 吃他半斤 莱森要还他八粮 你是怎么得了 还不如贫穷人家 粗茶淡饭 少造业啊 这个道理 我们要懂得透吃 所以 佛教我们修善 上面有一句话 也漏掉了 上面是一句什么话呢 立一切相 修一切善了 这就对了 这个是菩萨行 菩萨的事业 立相修善了 唐朝时候 彭云居士 表演给我们看 他那个就是 教诫世间人 急功耗力 这一类的人 他为什么要去做好事呢 习求果报 那 为求得好果报 就多行善死啊 断过修善啊 那 那么佛 用这个方法 来劝大家 是劝世所人 还没有念头 脱离轮回的 所以说是 下下跟人啊 所以是下下跟人啊 劝道他 应当觉悟 应当要超越六道 永托轮回 这是佛的真实慈悲 旁边就是表演给我们看 他表演的什么呢 好死不如无死 他家里头也相当富有 他学佛开悟 真正明白了 把家里面的金银财宝 装在一条大船上 船划到江中中心 长江中心 把那个船大乘 全部乘到江地了 他什么也没有了 别人看到了 问他了 这旁居士 你这些家产都不要了 为什么不拿去做好事 救济别人 他就留一句话 好死不如无死 无死是真正的好事 今天社会 为什么这么乱 第一名男老爵士说得好 社会上好人太多了 那我们听了不懂啊 好人多了不是好事 那太好了 他后头加了一句话 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字 好人好事 然后把那个好事在上面画一个圈 画个圈是破音字 好人是好事 每个人都好事 都强着就是做好事 麻烦大了 真正的好事 佛教给我们 虽远而不攀远 永远保持心的清净平等 清净平等 慈悲心 你做的事 样样都是好事 真正的好事 如果心不清净 不平等 不慈悲 这个不慈悲 怎么说呢 喜欢你的人就慈悲 不喜欢人就对他一点慈悲都没有 这个慈悲不是真的 这个慈悲不平等 不清净 这个佛家讲 这是爱缘慈悲 这样做的好事 不是真正的好事 我们要懂得 佛的真实义 开金记上天天念 愿解如来 真实义 懂得真实义 我们才是佛的好学生 才能够真实义 才能够真正 风行 佛的教诲 诸位同学一定要记住 不是出于佛的意思 如果是出于佛的意思 我们跟着他走 被他牵着鼻子走 这个不算好汉 那佛也欺负人 佛所有的教诲 是从真心 本心里面流露出来的 没有自己的意思 真心 与社方世界 一切众生 同一个心 主要知道 真心都是相同的 旺心就不相同了 本性是一样的 习性就不一样 所以佛是从真心 本性里面 流露出来的教诲 我们顺从佛的教诲 就是顺从自己的真心 本性 因此 我们对于佛法 才心服 可服啊 原来世尊 教一切众生 各个顶天立地 所以经论当中 也常常赞叹 佛菩萨叫 无一大人 一是依靠 真心 没有依靠 忘心 忘实 有依靠 他要依靠真心 依靠真心 离开了真心 真心 决定不可能 有忘心 忘实 所以一个是有依靠的 没有依靠 没有依靠的是真正自己 有依靠就错了 我们在大臣法里面看到 一真法界 没有依靠 十法界 有依靠 六道 有依靠 这些地方 我们要多想一想 然后落实到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如何断卧修善 怎样破灭 开悟 多少 自己 会有一个概念 常常读经 常常看古文大德的著书 著解 知道自己 怎样去做 在日常生活当中 对人 对四 对五 都能够与 金钟教诲 相应 与真心 自信 相应 这个才是真实功德 不至于 误会 不至于 就错了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介绍这一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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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